郭台銘辭掉鴻海的董事不好 因為他們公司九個董事 五個讀董 然後四個一般的董事 郭台銘辭了 鴻海董事會也不用改選 對整個鴻海經營完全沒有應用 鴻海股票對100到110 震盪多久了 大家都在當窮過110 這張 哇 他又撞回來了 每天都在平盤 郭台銘現在採取的策略叫衝突妥協進步 他就是一個8加9的恐怖情人 8加9恐怖情人就是說 我的公公還要選 你如果看我沒有 你如果看我沒有 會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其他那個兩個 火鍋兩個說 然後呢 他說 你看不起我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看不起我 我如果連署 我如果連署夠了 然後你們不跟我講 我就要送箭喔 然後那兩個人說 啊 然後呢 就送箭 就參選啊 就送箭啊 然後呢 黃士忠出外講說 欸 我們如果可以來談喔 談一談 整合成功的話 我們就不會送箭喔 然後那兩個人還是說 啊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不要去路里叫我回答 然後說 啊 然後呢 那兩個就不在乘他了 有嗎 去拿車去那一張 走進去就不敢走 你還在後台呢 看來郭台銘坐到那裡不敢進去會怕呢 緊迫叮人 好恐怖 了喔 沒了 郭台銘隔天破臉書說 啊沒有啦 柯文哲當市長當得很好啦 防疫繼承說 欸 恐怖情人跟妹妹 爸爸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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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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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 現在嚇一大跳而已 大家說慢慢來慢慢來 不急了 現在就說 你連署的 當時要詐騙 詐騙的 他說沒有 我們會用運鈔車 一下子罵侯柯 一下子又要跟侯柯在一起 對侯柯的齊齊架來說 對侯柯兩個本人來說 郭台銘每天都能救 尤其郭台銘現在 可是人家的郭台銘真的是一個大老闆 他要進行一個談判 當然是一手軟 一手硬啊 對啊 所以他最近提出來的副總統有沒有 都是親鍋人士 全部都要親手女 你如果說高金 高金沒關係 你說佳洋傑 我也沒意見 你說到我們智琳 我就很不爽 你知道嗎 今天我跟林智琳說出來 如果林智琳現在寄去日本 現在看得到一支 你又要跟他們說出來 對不對 你說前面那兩個 我也沒意見 你如果說到智琳 這句就要輸贏 踩到藝川的紅線 不可以 真的不行 你不要這樣消費 黃氏就說 我知道他找到了 金木就找不到 什麼找到了 亂到一通 你要回到那個八加九 你不愛我 我就去愛別人 那女生說 喔 喔 然後呢 你去愛別人 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郭台銘每天都要跳來跳去 搶來搶去 這樣而已 如果套一句年輕人的話來講的話 就是好了啦 夠了沒 什麼啊 到底是整合還是整人啊 對啊 就是真的是他從頭到尾 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從一開始要參選不參選 一直到現在 真的以基層來講 就是說坐飛機的不懂走路的人的辛苦 他提出來的政策也好 還是他丟出來的這些要談判的這些策略也好 我們完全都沒什麼 看都沒有 或許這是一個首富的這個 他的策略性 黃氏就說他們找到他們的副首搭檔了 我看沒有 他們只有找到首富而已 沒有找到副首 只有找到首富 欸 我想 對啊 所以郭台銘他這樣子整體的狀況 從南部來看 真的是有什麼看都沒有 所以年輕人其實也是會去看 你這個政策到底是假假的 還是你只是為了現在要博取聲量才喊出來嗎 你們還是會看嘛 對 那其實講到連鎖 其實年輕人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助力之外 欸 好像真的已經有動作了 我們洪哲里長是高雄的里長 你在左翼 喔 公車廣告都出來了 可以幫我講一下 這個是在高雄的公車廣告 因為那天這臨時在路邊拍的 你可以聽說這一台是三萬五 一台就三萬五 那一定不只一台嘛 對 一定不只一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剛實習也說拉公不射箭 其實已經射了啦 只是箭到底射去哪裡 不知道 對 包含說到里長 上個禮拜的827的這個肇事 到後來其實已經主流民意的一些志工媽媽 他們其實私底下也一直在召集里長 可以來協助連署 這些動作頻頻都已經出來了 但是郭董所提的這個國家方針 或是剛好我們大學生所提到的這個政策 大家還是完全搞不懂 而且嘉陽 嘉陽里長 你在地方上面是不是已經有人開始問你了 就是連署的東西 而且我知道了 就是當郭台銘在講 生一個我讓你養一隻 那個嘉陽你在現場 對 你在現場對不對 對 當天9月1號 在這個中研這個福德宮這邊 我在現場 沒有錯 那你要你聽到這個政策 因為我們大家啦 當時看到這個新聞標題一跳出來 我還覺得有點無煞煞 你在現場你有馬上聽得懂嗎 其實在現場 其實大家是真的是有點錯愕 因為其實真的聽不太懂 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是指說你生了一個小孩呢 我就送你一隻貓一隻狗 還是說你生了一個小孩 我可以贊助你養貓養狗的所有費用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我以兩個小孩的一個爸爸角度來講 我跟你講你送我10隻我都不要 我養兩個小孩都快要往生了 你還要送貓狗給我 你送我補助我也不要 我就沒辦法 我跟你講 你要就少子化怎麼做 很簡單 看各黨有沒有人敢喊 你生一個有沒有 房貸利率降半碼 生兩個降一碼 你這個喊下來的話 大家晚上 大家白天都不出門了 晚上回家 毛起來生小孩 少子化馬上就救起來了 老師不用怕沒有學生可以教 這個部分是這樣 那再回歸到我們的 這個郭董的廟口開講 這邊你順便廣宣一下 下一站9月9號在那個南港北新宮 又有一場 所以郭董最近在南港這邊跑的算是蠻積極的 那連署的消息一出來之後 其實我的粉專也就馬上有收到李明的一個詢問 的一個訊息說 李長李長 他是不是有在連署要怎麼做 幹嘛幹嘛的 但是因為我這邊其實並沒有再收到更新的SOP 所以我也就暫且就不方便再給他多做回應 有沒有人問你說我連署有沒有200塊的 這部分是我我的李明是沒有這樣問我 因為他們好像是 我收到他真的是很自動自發的想要連署 也沒有問到錢這件事情 問到錢就傷感情 你就用郭台銘的話回 談錢就俗氣了 我們這種超然不用貪錢 我們要愛台灣 我們要貼身的臉 我要問一下益善 就是說現在看起來 非綠整合疊對疊 郭台銘時間不多了 這個是聯合新聞網的觀察 那因為這個黃世修 黃世修講說大概10月底 然後可是盧秀燕是說9月 9月就要談了 那所以到底現在那個 整合這個時間表呢 你怎麼看 最近常傳出所謂藍白 或科猴之間的整合的 其實就是在逼鍋 最後不要去登記連署這件事 但是登記連署看起來 是一定勢在必行 所以9月這件事情 所謂9月會整合成功這件事 是不可能的